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ETV的《江仁港市》 我們以前在2012年有一個聖書浩蕩的集會 令政府擱置了國民教育 但其實我們都知道,作為學生甚至香港市民 我們的國民教育已經靜悄悄地進入了一些主樂學校 尤其是左派學校 他未必是標榜國民教育 但他做的課程其實是與國民教育無異的 包括要你去了解接受一些洗腦教育 可能說共產黨的好事 但忽視了或者是偏頗的 沒有說改革開放的一些不好的地方 即是說了他的 contribution 但沒有 limitation 就是這樣 所以我認為我們作為香港人 無論怎樣也好 我覺得國情是要認識的 中國也是要認識的 因為中國是一個很強大的國家 中國是我們香港的鄰居 若果我們對我們這麼強大的鄰居都不去認識的話 其實香港人是在輸蝕的 但是是否這樣就代表要去學他們的 即是代表接受他們一些不好的東西傳進來呢 是否就代表我們因為他是強國 我們就洗了我們底 不要香港文化了 全部中國的進來 是否要這樣呢 我覺得這個是很激進 還有這個是很恐怖的一個思想 有些人就直接說 學普通話 講普通話 即是有個那個什麼教授 我忘記了 中大教授 總之幫港出聲的 這些是越講越衰 他就說廢除英文 去殖民地化 要用中文講 即是他意思是要用中文 那我就覺得這個教授說的就很不合理 其實香港政府 我意思是香港市面上已經很多聲音 要求政府修改基本法 例如居港權這個問題 其實政府一直都不肯修改基本法 那你認為會不會因為這件事 去修改基本法 改變官方語言的地位 那我覺得這位教授說的 就真的有少少少少少少的 那其次又說到 要去殖民地化 就不准講英文 那英文是一個世界的語言 那我們不是因為我們是英國 當然是有很大部分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是英國殖民地 所以我們就去學英文 但是大家都知道去到後期的時候 其實大家絕對是不會覺得 因為英國殖民地 所以去學英文 反而是覺得 我們要面向整個世界 這個是一個優勢來的 即是我們這麼好的英語環境 有一個這麼完善的英語環境 對香港人是一個優勢來的 其實大家現在都會這樣覺得 那既然是一個優勢的時候 為什麼我們要弱化我們自己的優勢 去迎合一些無謂的政治要求呢 去迎合一些所謂大中華交 民族主義交的什麼 哎呀中國人講中文 你浪費氣啦 你出去講中文哪比你還要 你做生意講中文 可能你跟大陸做生意就可以 但是你跟別人外國人 別人不會騷擾你 既然我們有這樣的優勢 我們為什麼要強化它 其實每屆特區政府都好像沒有做 我覺得不覺得他們是在製造一個 或者在製造一個很好的英文的學習氣氛 我們從前都不會是這樣的 但我覺得無論如何也好 既然我們都知道我們香港的 我們香港的國際地位其實一直在退 那我們怎樣才可以強化自己的地位呢 最重要是英文 我們的英文如果還要比中國的話 我們是沒有定期的了 特區政府知道的話 你應該是要強化香港的語言環境 增加更加多的英文學習機會 給我們的學生 我覺得這件事情 才是真真正正做到香港 可以站在國際化 去做你的背靠祖國面向世界 我希望政府會聽聽我們的意見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